抱歉 讓你們久等 喂喂喂 今天你真的單槍匹馬來耶 蛤? 對啊 我想說你會帶一層軍隊 大概七八十個有沒有 七八十個是怎樣 要多少才要七八十個 沒有 我想說你會帶整個 我會看... 欸? 不是要公開車嗎? 七八十個 吃了嗎? 蛤? 還沒還沒 剛好 剛好 好啊 吃吃吃吃 那我們這個在地名店 最近就還有特製醬料 蛤? 應該對不對 應該不是東泉嗎? 不是 不是 它跟東泉不太一樣 它有這種 他們自己做的怎麼樣 這樣子做的 特製醬料 對 那種特製大概跟我晚上做的差不多一樣 蛤? 跟我差不多一樣 沒有聽到就好 沒有聽到就好 反正 你覺得你沒有聽到的事情 你就往不一樣的方向講 那我大概知道是什麼了 這天一大清早 太陽才露出地平線沒多久 就從家裡起身出發南下 這次行程對我自己來說 還蠻特別的 不只是說到豐原 跟旅遊美食達人吃漢日常 一起體驗在地私房景點 事前也完全不知道 這趟行程會去哪些地方 會吃到哪些美食 全部都交給吃漢來帶路 我看到空拍機包包 對啊 這趴他有沒有 你等一下再把他載回去 我們又看到他翻台 蛤? 你把他載回去我們就翻台了 翻台? 喔 平日前到直接結束 你等一下後面路人都在看 等一下後面路人都在看 對…你別錯誤了 那些…那些角色沒辦法 那些角色沒辦法 你怎麼會是正妙 那些角色還要是正妙 再一次再放下去 再放下去 好 來…來…來…去… 來…來…去… 來…去…去… 來…去…去… 你…去…去…去… 當然是要先進食餵補一下自己 首先來到的是康康豬血湯 據說只有在豐原這裡 才會有炒麵 搭配豬血湯 來當早餐的這種吃法 不過認真評價的話 炒麵吃起來 算是一般到處都能見到的大麵炒而已 真正的靈魂 還是在店家自製的辣椒醬 這個東西而已 康康豬最有名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辣椒… 欸… 青蔥… 青蔥… 然後加… 加一點辣椒… 還要加什麼啊? 看來不會出來 欸… 欸… 欸…你這個小桌呢 喔喔… 欸…啊你的法式料理咧 欸… 已經開始在辣椒了 所以有時候 吃辣椒會吃我的 喔… 只是怕說今天可能 撐不到辣椒吧 我就那麼帥了 吃漢原本推薦我的吃法 是先品嘗過炒麵的原味之後 再慢慢的把不同比例的辣椒醬 加到麵裡面 不過我覺得 如果一開始 就直接混著辣椒醬吃 或許更能夠享受到味蕾的刺激吧 那你現在拉多久啦? 我拉多了 欸…其實這個有時候真的會拉比較久 因為我要從… 從麵裡拉到… 喔… 從底下拉到上面拉 對啊… 好像夠了啦 你看… 挺均勻的啦 嗯…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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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看你站在這裡對吧 欸… 欸…是我們號稱 會向東部的東部路線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這邊有… 這邊都很慘對吧 欸…騎在田中間 真正的甜甜水 嗯… 要走在田中間 不是應該去田中嗎 呵呵… 呵呵… 在YouTube的創作者工作坊裡面 有一個建議是多和其他的創作者交流 拍攝合作影片來拓展觀眾群 也可以學習到新的技巧 雖然是說 之前的影片也已經fit過好幾個不同的頻道 不過基本上都是在開始做YouTube之前就認識的朋友 說到幾號原本 對啊 我知道啊 嗯… 那等一下就直接騎上去啊 哈哈哈哈 要說是以創作者身份認識 然後再一起拍片的話 那吃漢日常還真的是第一個 也很感謝有他們的盛情邀約 真的讓我有了更多的想法 那今天要進的那個 九條風圍你也去過 喔… 你喔 嗯… 呵呵… 這話不太悲哉 呵呵… 呵呵… 這樣才有驚喜啊 對啊對啊 有在地的人帶這種扛阿萊的小路 完全省去自己看地圖找路的麻煩 小時候雖然有在台中短暫住過幾年 但對了出了生活圈範圍的地方 就幾乎是一無足之 更別提這種在台中就能體驗到的原野風光 最讓我驚嘆的就是從台地上俯衝而下 直接頓入稻田裡面的這個景色 這個畫面沒給大家看到實在是太可惜 還好有吃漢支援GoPro沒電沒錄到的這段 好…大家來看看這九頭宮 欸欸欸…下來啊… 要起了一桿九頭宮 應該是月老吧 對啊 因為月老放得多啊 對啊 你看… 月老… 但是我們從現在開始改行程 可以可以可以 一百分 喔…我看到了 怎麼你覺得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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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荒涼了 對啊 對啊你看 都沒有…都沒有太久了 我真是我完全沒來看的地方 這個石頭宮在Google地圖上是標註為不倒翁石像 其實剛才拐過那麼多彎 在不同的鄉間小路之間切換 說老實話是已經不知道自己轉到了哪裡 當然就更不可能知道會來到這個石頭宮 欸…現在跟以前的差很多 以前還有差很多 現在都沒有了 在IG限時動態分享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攝影角度的關係 有粉絲說像是鬼片的場景 其實現場來看是沒那麼驚悚啦 不過整個環境倒是真的蠻隱密的 而且目前對於他的設置 還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 搞不好我就真的是憑空蹦出來說不定 那為了不放過任何挖掘他歷史的可能機會 連後面的山坡都被我們實地踏查 這有科學家的精神喔 這個角度啦 來來來來 反彎這個角度你過來看一下 別再看那麼辛苦 神經病才爬上去 這裡就有的看了 來來來來 再加這邊啦 你看自己 嚇壞了 嚇壞了 看我做事看不到就對了 他現在寫什麼 但問題是我看不到他們意思嗎 什麼 什麼啊 什麼 欸我以前嚇壞了 不是啊他那個字都已經看不到啊 對啊 我沒有啦 喔 建築用地啦 欸真的是建築用地欸 對啊 喔 原來是建築用地 倒腰啦 也沒在我這樣 喔原來是建築用地了 喔好棒喔 好棒喔 那10踢應該就不會了吧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麼漂亮 你看 你剛才說錯話啦 對啊 你到底要結束 你沒有後面人說話啦 你看在神明面前被亂講話 嗯 對 這是你的問題嗎 我的問題嗎 剛才電力是什麼 我們要再重演一次了啦 欸 重演一次摔下去嗎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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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它這有什麼 這有什麼 很久有沒有 都沒來的燈燈啊 我看這臉 沒有說都平常去燈那種 可是其實我覺得 這應該是一個好事啊 有沒有 那看到這 越來越有那種 秘境的感覺有沒有 人家搭飛電盤 照水來的 就住在這裡而已 就跟以前的巨人之手一樣 沒對啦 對 這樣才有歷史感嘛 對不對 對啊 你看現在那個巨人之手叫什麼 巨人之手公園 那有什麼好去的 你有去過嗎? 沒有 對 差點真的太LOW了 巨人之手都沒去過 東西已經變成觀光景點 你都還沒去過 這個就是呢 人太多的觀光景點我不去 喔~~ 搞不好要過20年那個 等小孩出生就變另外一個巨人之手 而且 還更近耶 那邊就交流多啊 不行啦 你這個不能 就什麼什麼 你要幫他取一個 有沒有 改天他有沒有 這叫佗佗之手啊 不是 你要把他改成叫什麼 巨人之頭 你剛剛說你叫討人 叫巨人之頭 耶耶 怎麼樣 還要去你一次 他真的換單眼上去 哇 這有冒險家的精神耶 欸 這真的是攝影師耶 真的真的真的 它是屍掉的屍啊 像我就待在下面 下面看就好了 都不做什麼嗎? 對 老婆妹來給你一點點 嗯 喔 嚇死 欸 趕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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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下也有很多物理攻擊耶 你看 慢慢一直飛過來 呵呵 這人全飛過來的耶 有沒有 欸 跨上車子 轉頭看了一下 剛才通往石頭宮的路口 接下來這段實在太好笑 所以決定用快轉的方式來呈現 靠油 靠油 靠油啊 剛才走路過的不就好啊 呵呵 幹嘛啊 你幹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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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就是這麼近吧 啊 走路過的不就好啊 呵呵呵 你有沒有看過台要太裝備了吧 呵呵呵 原本還可以再更近 只是說上面真的很難挺 不然我只要騎上去耶 如果騎我的進風框 我就可以騎上去 然後只要騎上去喔 對 那這是什麼 CBR300R Ready 呵呵 靠油 因為CBR300R比較Ready啦 呵呵 CBR300R A-L-L-Y 呵呵呵 你只要衝我絕對跟你後面 喔 好像也可以耶齁 對啊 我那台CBR300R已經什麼都不怕了 呵呵 不是啦 但是聽說不是叫市場 要駕個慢車嗎 呵呵呵 叫我換MT03 對對對 叫我換R3啦 啊 呵呵 他當時是說MT03 MT03喔 對 欸這個是 國家認證 可以騎上到142的那個耶 對啊 欸這麼好的車不騎起來耶 CBR300R要不要試一下啊 騎什麼CBR300 對嗎 對 騎上去後車 本田爛車 欸欸欸 欸我們看一下 旁邊這個view有看到 欸 哇喔喔喔… 欸 漂亮耶 這個地方有沒有記得很讚 不錯 不錯 推推 呵呵呵呵 阿講完接結果又下山了 哈哈哈哈 快就滾了 來請開始你的表演 哦 你真的要下去加入他們呢 這樣好啊 你再加下去你要跳準一點啊 欸 欸 你跳得準 我不好 我 bienнопé 哈哈哈 欸欸 dungeon 趕快說 round 大姐 сист趕緊iset日 天啊 你別走馬來歸 我 我沒有現在沒必須了 他的名字跟你討論 沒有 其實這次他要棺木 你又不懂他�說 promise 對啊 因為我今天講太多了 你要talking一下 哦看到了 喔是節目Evet 各位觀眾,我們雕榜到啦! 喔!給我到了! 你覺得缺少了什麼東西? 缺少太陽啊 對! 太陽區! 好好好 夾麵包啦 這個地方沒有來的有嗎? 如果沒有來的應該是讚啦 更可怕是沒有來過的 對啊 對 這之後的地方現在給你推薦一下 真的真的推薦喔 這個地方吧,對,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很漂亮、很近 可是 怎麼樣都不會有留樣的地方 望下山丘才知道原來剛才的石頭宮距離大甲市區是那麼的接近 在城市裡面生活久了 對於不熟悉的郊區真的是一點距離的概念都沒有 這個碉堡就在大甲市區旁的鐵真山山上而已 一大片的草原配上爵士獨立的廢棄碉 外加上無敵的展望view 一看就知道是網美大咖熱點 望你看你這就是怪叔叔 剛去過了 從他後面害怕怪 怪叔叔 你為什麼在那邊 要幫你叫我快插嗎?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204啊 你怎麼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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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 又這裡了 我 juntos 重點跟這裡了 Oh 該水撓 tır 今天野餐 BIGrer這真的是 你要全網美呀 對杯 Buddhist 把腳要放在下面 話 網美 完美完美完美 很帥 現在你們是在那邊建築的 這個... 心願...心願要蝴蝶夢啊 還是不好,太難打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才會說一下啊 這個上次北希也有吃過 哦?招牌牛奶麵包 對對對 這好吃的關鍵是一台 比較有,這樣油漏就這樣就對了 有有有有 你也算機看一下油漢漢 啊不然這裡這麼膩光,撞沒有? 那這裡這裡有啦 來來來來 那這裡也膩光啊 沒有啦,這裡順光啦 沒有啦,不要撞到頭就好啊 哦,對,對 哦,要抖一下 哦,哦,哦 哦,這麵包有靈性耶,會動耶 有,有,有 我會怕等一下連講看到他們會不會想起來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你這麽好吃的東西有沒有 在那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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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再做幾個野餐 哇,要這樣子啊,哇 哇,哇 欸,欸,欸,你貼比較漂亮耶 有喔 然後腳,腳要這樣動 哈哈哈哈 啊不然這裡沒胖了 你出一半而已 欸,不是那裡頭 欸,你不是那裡頭 欸,你不是那裡頭 來來來來 來來來,換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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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比較對 哦,欸,欸,這樣很漂亮耶 有喔 欸,幹讚耶 對喔 欸,他動拍耶 哈哈哈哈 動拍耶 坐在碉堡 八角懸在半空 吹著海風 看著下面的火車栩栩而過 這真的是享受過最愜意的飲餐 從鐵真山出來 一下子就能到大甲市區 這幾天剛好是大甲媽祖遭境 雖然媽祖本人已經離開這個城鎮 不過這一天的大甲還是比印象中的熱鬧了不少 正南宮前的蔣公路有滿滿的攀商跟大批的人潮 說到蔣公路 這幾年轉型正義的概念逐漸抬頭 有不少人提議應該要把蔣公路 這種紀念威權人物的路名給改掉 第一次來到大甲的時候 也以為蔣公路指的是蔣介石 不過有些文史學家認為蔣公路命名的時候 蔣介石還在世 而且也是下野的狀態 不會用蔣公的名號來稱呼他 比較可能的是指明正時期 在大甲地區豚肯的降臨蔣易安 而因為正隊的車站又連結到正南宮 應該可以說是大甲最有商業氣息的一條路 據一些粉絲的說法也是有研究需求的一條路 那我們兩份大的 兩份夠吃了吧 看一下看一下 各位觀眾看一下有沒有 大球球 對對對 大球球 什麼東西的 這樣可以啊 你覺得我們這麼好吃的東西 是要來給你清幼的地方吃一下呢 好 好 那我就把個 把他掉掉 把他掉掉 你有發現最清幼的是Seven是嗎 我們正在這麼風靜幽門的地方 有沒有 清幼的把它吃起來 來了 登登 有沒有 大家手工地瓜球 讚的 不是只有看而已喔 真的吃起來這肥的汗 你看 來 誰放在那裡呢 這裡點一下 哇 哇 有卡斯的聲音耶 卡斯卡斯耶 這間在蔣公路Seven外面的地瓜球 真的還不錯 這應該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地瓜球吧 從小就很不喜歡那種又軟又黏的食物 所以以前看到地瓜球的餡料時 也是必而言之 不過剛才聽到卡斯的聲音 就完全消除了我的疑慮 難怪生意那麼好啊 嗯 不過這樣我們還是要跟觀眾朋友進來 嗯 真的嗎 這個是因為真的好吃啊 真的啊 真的好吃啊 真的好吃啊 不是只有看他新聞報道這樣子而已 他是真的好吃 那當然 吃油一整天之後 還是要引來道別的時光 謝謝啦 掰掰 掰掰 可以了 呃 離我們遠去 賣活財小女孩啊 賣女孩的小夥財 這裡只有賣屁股的小男孩而已 哈哈哈哈 等一下啊 到時候變限制級 直接黃標 不會啊 那只有你才有而已啊 那這裡不是只有你 你有黃標而已嗎 叫北極出來面對 明明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他沒有黃標 好 欸不過我跟你講怎樣 算是我們的頻道 平常講話的尺度很大 可是我們到現在還沒有黃標過 沒有沒有沒有 你知道那個 有黃標才能叫youtuber 所以北極不能叫 因為他沒有黃標 那是不是要再講一下 那北極他要講講 怎麼才會被黃標 不知道耶 有人拍 多拍一些他跟卡卡晚上做的事情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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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